年底選戰將至 那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昨天正式宣布 她將會請辭台北市的副市長 投入台北市長的選戰 那如此一來呢 就是台北市就會形成撒卡都的局勢 我們一起來聽台北市民會怎麼做選擇 黃珊珊吧 為什麼 我在台北市那麼久 我第一次知道副市長是誰 就這樣 那你覺得柯P表現得怎麼樣 柯P 台北市的規劃或市政 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 她滿有在做事情的 黃珊珊 為什麼 比較有在做事嗎 就是覺得這幾年市政表現不錯 對啦 感覺得出來啦 對 雖然我們滿藍色的 但是我也是黃珊珊 網路上有人在討論說 之後如果陳志中民調不錯 可能會有氣環保獎的情況發生 聽說 對 你們會有一點擔心 會有一點擔心 但我們身邊的朋友都還是支持珊珊 應該是黃珊珊 欣賞她的作風吧 講萬安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她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人選 這個就不必了 那陳志中不必了 是覺得防疫還是 你現在我的年齡講這種話 是不太適合 可是我還是要說 講了很多幹話 只會說不會做 她說還OK啦 可是我還是會傾向偏向她 因為你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我們地方選舉 應該就是要讓國民黨來監督 你不能讓她整個都跑掉 陳志中吧 陳志中吧 我也覺得陳志中 我也覺得陳志中 畢竟 疫情初期的時候做得還不錯 民眾黨 民眾黨算了吧 算了吧 沒什麼好感啦 主要是 您在柯文哲執政這幾年 覺得表現不好嗎 有好有壞 但是態度 當然那個嘴巴流的時候還是 所以是因為柯文哲 影響到你們對黃珊珊的看法嗎 是 我覺得她抗議這段時間 她的壓力非常人能比 所以大家喔 我是覺得應該要有同理心 黃珊珊您會考慮嗎 其實她也不錯啦 可是她這個是有經驗值跟比較值 還有要領導能力 我不選黨欸 我選人 因為這個要有很好的經驗跟那個穩定度 還有那個修養 我覺得大家在自己的職位 其實都做得還行 只是最後就是是誰的話 就是在看辯論的結果再說 我們剛剛做街坊 那蔣萬安陳時中跟黃珊珊都各有支持者 不過也有民眾說喔 她是選人不選黨 所以主要還是看她們之後提出的證件 以及在試證上面的表現如何才會做決定 那你有其他的意見或是想法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它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啊 它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我推薦給大家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蠟七